大家好,欢迎来到笑看人生。 爸妈嘴上说中女青男, 背地里却把所有财产给我递, 一分钱也没给我留。 我叫盛男, 别人家都是重男轻女, 但我家却重女青男。 家里的好吃的渴着我先吃, 弟弟永远吃我剩下的。 弟弟与我打架时, 爸妈永远教训弟弟, 让他给我道歉。 可当我除夕提前回家, 偷听到爸妈的话, 才知道剩男的意思 不是女孩比男孩优胜, 而是生男孩的意思。 我毕业好不容易找到工作, 月薪两千八, 不敢随便花。 好不容易到过年, 除夕还不放假。 我管她的, 除夕当天拎着行李就跑了。 谁要和同事过除夕, 我要和我最宠我的爸爸妈妈 还有弟弟一起欢度除夕。 我一进家门, 屋里空荡荡一个人都不在, 可能是去买年货了吧。 我偷偷藏在厨房, 准备给他们来个意外之喜。 芝呀, 门开了。 我听到了妈妈熟悉的声音。 老逼呀, 小雨房子地板装修, 一定要选最贵的材料, 那便宜货里面都是假权。 看起来也不值钱, 配不上那么好的房子。 放心媳妇, 亏待谁也不能亏待咱家小雨。 水晶立湾, 住的都是有钱人, 不能让小雨被他们瞧不起。 我把装修地板的钱发到群里, 还是前几天。 盛南的丫头说让我治病, 给我发的钱呢。 这傻丫头, 别人说啥信啥。 你可别发到大群里, 让盛南的丫头看见, 该不往家里交工资了。 放心, 不能发错, 我把咱们三人的小群置顶了。 我将指甲掐进手心的肉里, 才没让自己哭出声。 我想到上个月老板拖欠工资, 到了交房租的日子, 我拿不出钱来, 差点被房东赶出去, 露宿街头。 我从小到大很懂事, 妈妈一直告诉我 家里很穷, 经济条件不好, 所以我很少主动管父母要钱。 但那时真到了绝境, 我鼓起勇气给妈妈打了电话。 我带着哭腔, 跟我妈诉苦。 妈, 我们公司老板拖欠工资, 我这个月房租交不上了。 房东就在我旁边, 他说再不交房租, 就把我赶出去。 能不能先借我点钱, 我下个月还你? 我妈下意识脱口而出。 那这么说, 你这个月不能往家里交钱了呀? 我当时就愣住了, 难以置信地问道。 啊, 妈你说啥? 我妈意识到不对, 恢复了平常亲切温和的语调。 盛南, 爸爸病了呀, 前段时间未出血住院了, 家里钱全都拿去给爸爸治病了。 妈也知道你在外面辛苦, 可家里实在没钱了, 这段时间买米买面 都管大娘借的钱。 哎, 都怪妈妈没本事。 你在外面这么辛苦, 妈妈都帮不上你的忙。 妈妈可真没用。 妈妈在电话里抽气起来。 我一听急得上火, 恨不得马上赶回家为父母分忧。 妈妈, 你别着急, 我自己的事我有办法解决, 我一会再打一笔钱给爸爸养病, 你好好照顾我爸, 不用担心我这边。 最后还是我找朋友借了笔钱, 一部分交房租, 剩下一部分火急火燎地 给我爸打了过去。 现在想来, 才发现谎言如此劣质, 我爸根本就不喝酒, 怎么还能未出血, 当时一听爸爸生病, 就急得什么都忘了。 原来他们也不是没钱, 而是钱都用来 给宝贝儿子装修了呀。 尽管事实摆在眼前, 我还是难以置信, 从小爸妈就宠我, 家里的好吃的 渴着我先吃, 弟弟永远吃我剩下的。 弟弟与我打架时, 爸妈永远教训弟弟, 让他给我道歉。 过年时, 大娘看到我穿着新衣服, 弟弟反而穿着就衣服, 还阴阳怪气道, 女孩这么宠着干什么, 又不能传宗接代。 以后嫁人可就是外人咯,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你们现在养得健健康康的女儿, 都是别人的。 我妈当时就对了回去, 知不知道什么叫富养女儿。 穷养儿子, 我女儿即使嫁人, 也还是我们家里人, 你这重男轻女的思想, 都是封建残余。 我当时觉得自己幸福极了, 还拿这件事和我的朋友炫耀。 他家特别重男轻女, 从小他就不受父母宠爱, 弟弟吃剩用剩的才会给他。 长大后更是如此, 家产都是他弟弟的, 房子也过户到了他弟弟名下, 他父母什么也没给他留。 当时他羡慕我有个好爸妈, 没想到这种事最终净落到了自己头上。 等到爸妈进到里屋, 我才偷偷从厨房溜出来, 装作刚到家的样子。 他们看见我很紧张, 妈妈问, 圣男, 你不是除夕不放假吗? 什么时候到家的呀? 我装作若无其事, 说道, 我刚到家, 老板提前放假了。 我看到他明显松了一口气, 哎呦, 宝贝, 妈妈可想死你了。 他抱起我转了个圈, 他亲热的态度和往常一样, 好像我刚才听到的话都是错觉, 他还是那个宠我当小公主的妈妈。 但我余光贴向鞋柜上崭新的钥匙, 提醒着我一切不是我的错觉。 当半夜他们熟睡, 我偷偷拿走鞋柜上的钥匙, 轻手轻脚地出了门。 我要亲眼看到房子, 才能相信这突如其来发生了一切。 才能相信爸妈从小到大对我的偏爱都是假象。 我打车来到水晶丽湾, 这是个高档小区, 房价算我们这座小县城数一数二的贵。 我抬头看见小区一栋栋外观如别墅般的楼, 巨大的音乐喷泉, 一排排修建得整整齐齐的轻松, 就知道这小区贵的物有所值。 按着钥匙上标注的门牌号找到弟弟的房子, 钥匙插进锁孔转洞, 门开了。 我打开灯, 被墙壁上的金色壁纸晃得睁不开眼。 整间屋子装饰的金壁辉煌, 地板是高档橡木的, 壁纸是金箔的, 家具是石木的。 我的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 砸在橡木地板上。 我想到了我那老破旧的出租屋, 地板是水泥的, 墙皮是脱落的, 家具。 根本就没有家具。 这间破出租屋花了我一半工资, 而我所剩无几的工资大部分都给了家里, 我每天为了省钱吃煎饼果子都犹豫加不加鸡蛋。 原来我省下的那些钱都花在这了。 我想起了我朋友的话, 他爸妈不仅把房子过户给了弟弟, 还把所有的财产转移到了弟弟名下, 一分没给他留。 我心里还抱有一丝期待, 心想我爸妈总不会这么狠, 他们给弟弟买房子, 也可能是考虑到弟弟将来要结婚, 给他当婚房用呢。 而爸妈也许是为了照顾我的感受, 怕我认为他们天心地地伤心难过, 才没告诉我的。 我决定找机会偷偷查一下爸妈名下的财产, 希望一切都只是我多心。 第二天, 外面鞭炮齐鸣, 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吃昨天剩下的年夜饭。 爸妈还是像以前一样偏爱我。 小雨, 那是留给姐姐的鸡腿, 你不许吃, 给你姐姐加过去。 弟弟有点不开心, 我妈给他使了个眼色, 他还是欧医生, 嫁给了我。 妈妈看似随口问我道, 盛南啊, 老板拖欠的工资给你了吗? 钱够不够花呀? 你爸呀, 胃出血好多了, 家里宽裕了一点。 啊, 啥胃出血? 我爸没反应过来, 我妈用胳膊肘对了对他。 啊, 对对对, 爸爸喝酒喝太多, 胃出血住了一个月的院呢。 我心里暗自发笑, 他们连撒谎都不会撒, 我爸酒精过敏, 从来不喝酒。 所以, 盛南不用担心家里, 该花就花, 别亏待自己。 家里虽然不是特别富有, 但爸妈弟弟吃喝用度, 勉强够花了。 你得对自己好点, 就像小时候爸妈对你那样。 他这话一说, 我立马懂了他的意思, 别只顾着对自己好, 忘记了家里还有一大家子要养, 要懂得报答父母的恩情。 我从口袋里掏出三个妆的鼓鼓的红包, 扯了扯嘴角, 想挤出笑, 却笑不出来, 只能干巴巴地说, 爸妈, 弟弟, 过年了, 这是我第一年工作的工资, 给你们包了新年红包, 希望咱家能永远团团圆圆, 和和睦睦。 哎哟, 还是盛难懂事, 不用给爸爸, 自己留着花吧。 我爸嘴上虽然这么说, 但还是伸手一把, 将红包接过去了。 我也与他说, 爸爸不是未出血了吗? 这钱爸你买点补品, 好好养养喂。 我爸面露一丝尴尬, 我妈马上打圆场, 还是盛难知道心疼爸妈, 小雨, 跟姐姐学学, 别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游戏。 哦, 知道了。 弟弟嘟着嘴, 不情愿地回答道, 我内心竟还可笑地抱着一丝希望, 用了点手段向财产公正处提交了网络查控申请, 查我爸妈名下的财产的分配情况。 毕盛南女士, 您父母毕妃先生和李华女士名下没有任何财产。 公正处接待小姐, 声音冰冷。 我愣住了, 呆呆地问, 所有财产都没了, 房子呢? 我爸妈还住着一套老房子啊。 毕妃先生和李华女士名下没有任何财产。 所有银行存款、 债券、 股票、 现金期货以及不动产, 在三个月前全部转移到了您弟弟毕与先生名下, 包括两套房产, 一套是今年新购入, 一套是2010年购入的。 您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了, 我失神道。 我的心一寸寸凉下去, 也就是说我父母一分钱都没留给我, 他们的所有资产, 包括他们现在住的老房子, 一并过户到了弟弟名下。 我满脸都是泪, 晃晃悠悠走出财产公正处, 走入鹅毛大雪之中。 零下30度的气温, 睫毛上泪珠冻成的冰渣, 模糊了我的视线。 我趴一下摔在冰面上, 双手都蹭破了皮, 但我却感觉不到丝毫疼痛, 爬起来继续一瘸一拐地走, 因为心里的疼痛远大于身体上的疼痛。 原来以前那一切将我当小公主宠的行为 都是他们装给我装给外人看的假象。 说什么重男轻女是封建思想, 结果他们却说一套做一套。 他们嘴上说着更爱我, 可他们会把所有钱留给弟弟, 让那些钱能够保证弟弟办事平安富贵。 而我只能跌跌撞撞地在冰天雪地中独行。 我拿着财产保全证明回到家, 一言不发, 把证明往我妈面前一推, 冷冷地看着她。 我妈扫了一眼证明后, 脸色巨变, 她一改平常亲切温和的模样, 将证明甩在我脸上, 抬手给了我一巴掌, 怒骂道, 谁特么让你乱查我们财产的, 反了天你。 我脸立刻就肿了半边, 我也来了脾气, 一把将桌子掀翻, 宠他大嚷, 凭什么把所有财产都给弟弟, 一分都不给我留。 平时还口口声声说有多爱我, 你装什么装啊, 装给谁看啊。 妈妈咬牙切齿道, 长姐为母, 你弟弟是家里传家接代的香火, 你就该让着你弟弟。 我怎么养出了你这么个白眼狼, 为了点财产, 竟然跟家里人翻脸, 你是不是见不得弟弟过得好? 我气得直哆嗦, 颤抖着嘴唇, 带着哭腔说, 你就只考虑弟弟过得好不好, 考虑过我吗? 你们在给碧雨庄最贵的项目地板时, 我因为交不起房租, 差点被房东赶出去。 我在外面挨饿受冻时, 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地装修新房。 妈, 你有没有当我是你亲女儿啊? 我妈冷哼一声, 亲女儿又怎样? 女孩毕竟不能为老毕家传宗接代, 延续香火。 随后别过脸去, 不再说话。 我爸见我俩闹得这么僵, 推嗓着把妈妈推进屋里, 关上门, 安抚我妈一阵后, 出来轻拍着我的后背, 给我倒了杯水, 说道, 消消气啊, 盛南, 你妈妈也是在气头上, 说话确实难听了点。 不过, 盛南, 你弟弟也是家里人, 你身为姐姐, 应该让着弟弟啊, 将来爸爸妈妈不在了, 弟弟就是你在这世界上最亲的人了。 爸妈的钱给谁不是给啊? 你和弟弟都是一家人, 将来你要有困难, 弟弟肯定不能不管你啊。 财产全都分给小宇呢, 是考虑到你将来肯定要嫁人的。 男人大多都是见利妄议的, 万一使坏分你财产怎么办? 你人太单纯, 没啥心眼, 那爸妈财产不就落到别人手上了吗? 爸妈也是为你好, 你别多心, 我们还是爱你的。 这些话说得客客气气, 挑不出毛病, 实际免礼藏针。 前台词就是, 女人终是要嫁出去, 终究要成为外人, 不配分到家里的一分钱。 这些话我听得心寒。 我第二天一大早, 就匆匆收拾行李, 连招呼也不想打, 订了火车票就离开了家。 这一年春节, 一切都变了。 爸妈的爱, 家庭的温暖, 都在鞭炮声中炸成碎片。 原来, 一切我曾经引以为傲的爸妈的关心和爱护, 都是假的。 回去上班后, 我半年没跟家里联系。 在这半年中, 有时遇到难过的是想找人倾诉, 遇到开心的是想与人分享。 凝视办赏通讯录里妈妈的号码, 迟疑着要不要打过去, 却又想起她在春节时的所作所为, 还是狠狠暗灭屏幕。 每当电话铃响时, 我都满怀期待, 希望是家人打给我的。 他们会给我道歉, 求我原谅, 只要给我台阶, 我就会下。 因为一个人在外太孤单, 想要家人的陪伴。 想起小时候, 爸妈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即使是装的, 会不会也有一点真心呢? 虽然他们如此对我, 但我还是愿意给他们一次机会。 可我却一次次失望, 最后在电话铃响起时, 再不抱任何希望。 这半年, 他们三个人一次都没联系过我。 半年时间, 我业已继日苦学业务, 用心在业界积累人脉, 与形形色色的人应酬斡旋, 由于我超强的学习能力 和优秀的社交能力, 我在职场一路飞升。 作为业界新人, 我以最快的速度 在半年内晋升到副经理的位置。 我和董事长私交甚好。 我知道过不了多久, 现经理就会下岗, 而到了那时, 经理的位置就是我的。 我可以拿到公司股份, 掌握实权, 不再是个连房租都交不起的 职场小透明。 我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 某天下班后, 一个期待已久的电话铃 终于响起, 是弟弟, 我满怀欣喜地按下接听键, 听到的却是披头盖脸一通数落。 咱妈病重了, 你知不知道? 你这半年也不给家来个电话, 也不给家打钱。 妈就是被你弃病的, 现在在江山医院重症监护室呢, 你赶紧回来。 说吧, 没等我开口说话, 她一下就挂了电话。 我以为妈病危了, 吓得我放下电话, 火急火燎就买了飞机票往家赶, 下了飞机连行李都来不及放, 打车直奔医院, 我催着司机快点, 生怕看不到我妈最后一眼, 急得眼泪都要掉下来。 到医院后, 我急三火四地对前台说, 快快快, 帮我查理华女士在哪个病房。 前台护士通过系统快速输入名字, 说道, 妇产科, 三楼右转。 我瞠目结舌, 愣在了原地。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在妇产科? 不说妈妈在重症监护室吗? 我走到妇产科病房, 看见我妈抱着一个男婴, 笑得合不拢嘴。 我弟弟握着躺在病床上一个脸庞稚嫩的女孩的手, 温声细语说, 老婆, 辛苦了。 原来我弟都结婚生子了, 却也没告诉我, 这个亲姐一生, 真是把我当爱人了呀。 我心立刻就凉了。 我妈看我进来, 脸立刻就拉下去, 一脸厌恶地说, 你来这里干什么, 这么久不联系家里就算了, 也不知道往家里打点钱, 我还以为你要和我们断绝关系呢。 我弟狡黠一笑, 掏出一本户口本, 对我说, 姐, 你是来要房子的吧? 作为弟弟, 我也不和你争, 走。 咱们去房屋管理局, 弟弟这就把房子过户给你。 我愤怒吼道, 你胡扯什么, 不是你打电话, 说妈病重, 叫我回来的吗? 我妈一听, 弟弟要给我房子, 立马就火了, 冲我大声嚷。 这么久不和家里联系, 一回来就跟弟弟抢房子, 你有没有良心, 当初还不如不生你了。 男婴被妈的大嗓门 吓得哇哇大哭。 我弟心疼地抱过孩子, 在旁边煽风点火道。 别吓着孩子, 姐要房子就给他呗, 毕竟我是我姐嘛。 妈妈怒视着我, 手指着外面, 道。 走。 初走说, 在医院走廊, 我刚想辩解两句。 我妈上前猛推我, 我重心不稳, 一下子跌坐到了地上。 我妈指着我的鼻子骂道, 我还没死呢, 你就开始惦记上 我家小雨的房子了。 我当初怎么养了 你这个白眼狼, 工资也不知道往家里交。 别忘了, 你上学是谁给你交的学费, 又是谁供你吃穿, 让你长到现在。 长大了翅膀硬了, 挣大钱了, 都不懂得感恩。 还以得抱怨, 和你弟弟争家产, 你也配吗? 还有, 我听人说, 你要升到经理了, 一个女人要那么高的职位干什么? 那种权力高的职位, 男人才能坐得稳。 这样吧, 你当上经理后辞职, 把你弟弟推荐上去, 正好你弟弟没工作, 结婚了又要养家糊口, 挺不容易的。 作为姐姐, 你得照顾弟弟知道吗? 而且, 你弟是个男孩, 脑袋肯定比你这个女孩聪明, 在经理位置上肯定比你干得好, 你可别站着毛坑不拉屎, 白下了一个好位置。 我可告诉你, 你要是敢不给, 我就上你们公司闹去, 让你上不了班。 我气得半天说不出来说话, 最后吐出两个字, 做梦。 不理会身后妈妈的骂声, 强撑着头也不回地离开。 直到拐角处, 躲到无人的角落, 确定没人看见我, 才崩溃大哭起来。 直到这一刻, 我对家所有的幻想, 才真正破灭。 他们不仅把属于我的财产拿走, 还妄想夺走我的事业。 我与家里那根名为亲情的连线, 彻底被他们的冷漠无情切断了。 我发誓, 从今往后, 我与这个家从此在任何瓜葛, 从现在起, 我一个人就是一个家。 我想到从小, 妈妈就经常给我灌输 女孩要懂事的思想。 有意无意和我说家里条件不好, 让我快快长大, 有经济能力就可以养家。 小时候过年时总是我穿新衣服, 而弟弟穿旧衣服。 我还有点不好意思, 问妈妈为什么不给弟弟买新衣服啊。 我妈跟我说, 女儿要富养, 男孩要穷养嘛。 女孩就是要宠着, 穿漂漂亮亮的公主裙啊。 可我回头, 就看见了我妈妈给牵着弟弟的手, 走进名牌店, 弟弟指什么, 妈妈买什么, 林一堆名。 他衣服藏了起来, 什么耐克, 阿迪达斯, 比我这件砸牌子的粗纱裙子 不知道要好多少倍。 当我和弟弟打架后, 妈妈在我面前训斥弟弟, 让他跟我道歉。 但我看到, 他把弟弟偷偷带到房间, 塞给了我弟弟一大堆零花钱。 我被妈妈教育要节俭, 却跟他说他会给我买, 零花钱从来没有给过我, 我也从来没管妈妈要。 过一次, 那时候小女孩之间流行公主王冠, 同龄的女孩都一人一个, 打扮得像个小公主, 我只能眼疤, 疤得看着朋友带, 实在馋得不行, 就管妈妈要。 他训我那些乱七八糟的玩具没有用, 买了我很快就会玩腻掉。 可我看见弟弟房间好多玩具 高达呀。 我哪声哪气地说道, 因为你弟弟没你聪明啊, 他需要玩玩具来开发大脑。 我听到我比弟弟聪明还特别高兴, 但我太喜欢王冠了, 所以我只有等我的朋友带你了, 厚着脸皮跟他们要, 然后美滋滋地僵掉, 漆的水晶王冠带到头上。 上大学的时候, 爸爸做生意赔了钱, 我妈就天天打电话给我哭穷卖惨, 说家里家外都她一个人。 忙, 钱都是她挣的, 还让我爸爸赔了个底调, 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 我当时被我妈洗脑, 一直以为女人懂事就是最优秀的品质。 我提出可以缩减我的生活费来帮助妈妈渡过难关, 妈妈连连夸赞我懂事, 将我捧上了天。 我当时还因为被夸奖而沾沾自喜。 我妈紧接着又说, 妈妈家里活实在忙不过来, 你能不能回来帮妈妈干干活呀? 所以我大一的时候就开始学校家里两头跑。 有一次我崴伤了脚, 跟我妈说, 妈, 我脚崴了, 让弟弟回来帮你干吧, 他小男孩, 力气大, 还能帮你多干点。 我妈急了, 立马反驳我说道, 那可不行, 他学习不好。 现在正是考大学的关键期, 我怕耽误他学习, 你这不都考上大学? 那么, 我才让你回来帮我忙活的。 可妈妈, 大学也要考试啊, 考不及格计点不够, 我会毙不了业的。 我妈咪抿嘴, 神色有些不悦, 但自此之后没让我回家干活, 却又把我的生活费缩减了两百。 大学期间, 他很少给我打电话, 一打电话, 对我最大的叮嘱, 就是好好学习, 将来挣大钱, 养爸爸妈妈弟弟。 我以前还在为自己的董事沾沾自喜, 现在想来, 也许并不是他们对我的偏爱是假象, 而是他们一直在偏爱着弟弟, 只是他们对弟弟的爱在我面前隐藏了起来, 我太小, 只会看到表面的东西, 误以为我是爸妈的小公主, 爸爸妈妈最爱我。 经过我的不懈努力, 我终于被提上了总经理的位置。 工资涨了两倍不说, 公司的股权我也有分红, 最重要的是这个职位有了实权。 现在我终于扬眉吐气了, 有了钱我能在工作地买一所大房子, 给我遮风挡雨。 有了全能, 不怕再被老板拖欠工资, 被老员工当成职场小透明欺负。 还有了爱情, 一个陪董事长参加晚宴认识的富家公子。 他欣赏我的才能和胆识, 钦佩我做事的果断坚毅。 他听到我的过去经历后, 无比心疼我, 要和我结婚, 让我重新有个温暖的家。 但是户口本还在我妈手里。 我需要回家和我妈交涉, 在此之前, 我先给男朋友打了预防针, 告诉她。 我妈是个贪得无厌的人, 肯定会要很多彩礼, 提出很多无理要求。 如果不能接受的话, 不, 我能接受。 他打断了我的话, 男朋友还是要和我结婚, 我们一起回到家。 我下定决心, 这次一定要把户口牵出来, 真正与家里做个了断。 我男朋友拿着他的户口本, 对我妈说, 阿姨, 叔叔, 我很爱圣男, 这辈子会对他好的。 虽然我错过了他的青春时光, 但现在遇见他不算晚, 我要把他娶回家。 我妈没说话, 上上下下将他打量一遍, 才缓缓张口问道, 你家有钱吗? 我家女儿彩礼很贵的, 一百万, 少了一分, 别想把我女儿娶回家。 我男朋友没有一丝犹豫。 好, 一百万彩礼我现在就带来了, 我会转给您。 您把户口本给我, 我今天就和圣男登记领证。 我男朋友拍出一张黑卡, 说, 阿姨, 这里面有一百万, 是我们家给的彩礼。 我妈皱着眉头, 打开手机输入卡号查询, 看到卡里鱼额莫为数不清的零时, 她眼睛发光, 裂开嘴笑了。 她从衣柜翻出户口本, 往桌上一拍, 说道, 圣男啊, 彩礼钱妈先帮你存着, 你又不会管钱, 这钱到你手都得让你败光。 我眼睛都没眨一下, 随口说, 好啊, 你拿走吧, 三斤也给你。 但其实我的内心已经生出了计策。 在计策实施前, 我决定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别误会不是再次和我做家人的机会, 而是他们能不能放自己一条生路的机会。 我找到我妈, 假装一脸疲态, 满脸泪痕。 妈, 我公司经营不善, 要破产了, 能不能把彩礼先还给我, 让我度过这次危机, 否则, 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哟。 我据着脸, 假装哭了几声, 只听我妈冷笑。 你听说过谁家彩礼, 女儿还管父母往回要的, 你还好意思张口, 骚不骚得慌啊。 你这两年都没往家里交过钱, 这彩礼和三金就当作我们从小把你养这么大的补偿了。 人要懂得感恩, 晓不晓得。 再说, 你都嫁出去了, 就算是外人了, 那外人公司破个破产, 关我屁事啊。 那你的意思是, 咱们从此不再是家人了对吗? 要和我断绝关系对吗? 那好, 你来签一个断绝亲缘关系的声明, 一百万彩礼和三金你可以全拿走, 我不再炒你要了。 好啊, 签就签。 他拿起笔没有丝毫犹豫, 刷刷两下把自己的名字写上, 又按上红红的手印, 把证明给我推了过来。 来, 你也签。 我心里冷笑, 等着吧, 有你哭的时候。 我将轻飘飘的鞋意扔给他, 面无表情道, 让爸爸和弟弟也签上。 不一会, 妈妈从屋里出来, 爸爸和弟弟的名字赫然签在上面。 他们三个的名字挤在一边, 而我的名字孤孤单单在另一边。 从一着刻, 我才真正从法律意义上断绝了亲缘关系。 我回到公司后, 找到我的亲信, 让他帮忙找一个人, 江湖人称暗庄, 是大公司商战中的杀手锏, 专门给老板下套, 设计让老板们背上债务破产。 这个人在黑市价格不菲。 唉, 我叹了口气, 这样的人用在我弟身上, 还有点大财小用呢。 暗庄办事果然干净利索, 在短短半个月内, 就让我弟避雨背上了千万债务。 如我所料, 我爸妈动用了我那一百万彩礼还债。 当然, 暗庄把钱给了我, 兜兜转转一百万还是回到了我手里。 但这一百万比起千万债务, 简直九牛一毛。 弟弟卖掉了水晶立弯的房子, 爸妈也准备把老房子卖了, 替弟弟还还债。 但千万级别的窟窿, 岂能是卖两套房子就能堵上的。 我妈发疯似的卖所有首饰珠宝, 家里一切值钱的东西, 便是冰箱、洗衣机都卖得一件不剩。 当他拿着我的三斤去卖的时候, 人家仔细鉴定后, 告诉他这根本不是金子, 就是黄铜镀了稀有金属而已, 值不了几个钱。 他拉着我弟堵在我公司门口, 一见到我, 像头愤怒的母老虎一样朝我扑过来, 将三斤狠根砸我脸上。 我脸立刻就被砸出一道血痕, 公司的保安立马冲上前按住他。 他疯了一样抬脚想往我身上踹, 把这几天的怒火都发泄到我身上。 贱人,敢给我假三斤, 我看就是你害你弟弟背的债, 我要报警抓你, 我要你身败名裂。 我轻皱眉头扫了他一眼, 我弟悄悄在他耳边说了什么, 他强压下怒火, 换成一副委屈苦难的形象, 扑通一下给我跪下。 盛南呀, 以前的事都是妈不好, 原谅妈妈吧, 咱们毕竟是一家人, 你也不忍心看你弟弟背债坐牢吧, 你就发发慈悲。 把你弟弟的钱帮着还了吧, 你是他姐, 你有这个义务的, 对不对? 我知道一千万你这样的大老板来说不算什么, 我嫌弃地踢开他伸过来拉住我裤脚的手, 都没正眼看他, 冷冷道, 我们签了协议, 不再有亲缘关系, 白纸黑字, 清清楚楚, 所以我没义务替避雨还债, 走。 说吧, 我招了招手, 让手下跟上, 然后头也不回, 他走了, 留下他在原地嚎啕大哭, 最终在别人口中得知, 弟弟因欠债不还, 被人起诉, 坐了牢, 他妻子也带着孩子和他离了婚, 而我爸妈俩住在租的小破屋里, 日日以泪洗面, 我有了幸福的家庭, 有了个可爱的宝宝, 我也不再叫盛南了, 我连姓都一起改掉, 名叫林莹, 我要做自己人生的赢家。